好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第五个专题 税法的基本原理 税法基本原理在我们的考试大纲当中 并不是独立成章的 它是在我们税法篇的第一章 也就是增值税消费税这一章的开篇部分 作为一个小节出现的 但事实上税法的基本原理 这个东西在预习阶段 我们是要把它作为重点来介绍的 毕竟这些内容你理解清楚 掌握透彻了 那后续去学习每一个税种的时候 它的根就有了 在税法的基本原理部分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块内容 第一块是税收和税法的关系 有些人说税收税法不是一个东西吗 我们说是一个东西 但是它说的角度不一样 税收它是从经济的角度在谈税 而税法它是从法律的角度在谈税 从经济的角度去谈税 它是把税看成了一种再分配的关系 是国家参与企业收入的一种分配 而税法它是从权力义务的角度在谈税 所以税收这一块我们要讲税收的三性 税法这一块我们要介绍税法的法律关系 好掌握这些内容之后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实体税法的构成要素 实体税法的构成要素指的是纵观全世界的税法 不是我国税法 那只要是实体税法 它必须要规定谁来交税 怎么交税 交多少税 什么时候去交税 到哪去交税 等等等等 这些所有的实体税法都要包含的东西 我们就将这称之为叫实体税法的构成要素 实体税法构成要素呢 不同的课程 不同的教材 它的观点不一样 那我见过九个的 我见过十个的 我还见过十一个的 我们初级阶段给的税法要素是九个的 包括纳税人征税对象 税率计税依据 纳税环节 纳税期限 纳税地点 税收邮会和法律责任 有些人说好复杂呀 记不住 其实这个东西啊 很好记 因为你后边要学十八个实体税中 都是按照这个顺序展开 况我们正式课程讲 就要在你眼前过十八遍 你说你记得住击不住 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不需要四级应备的啊 好往下来 就是征管体制了 第三块介绍我们国家的税收征管体制 我们国家的税种呢 有一部分是由税务机关来负责征受 有一部分呢 是由海关来负责征受 其实从正式考试来讲 税收跟税法的关系基本上是不考的 税法的构成要素 在考试当中涉及的点也非常少 但是你别看这个征管体制 就是把这两块分一下 可是考题非常多 因为十八个税 它来回排 排出好多题了 很容易就抽到 所以从理解税法 掌握税法的角度看 最重要的是实体税法的构成要素 从考试的角度看 最重要的是征管体制 就是这样 那我们简单聊一聊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税收和税法的关系 咱们先来聊税收 刚才我说了 税收是从什么角度在谈税 它是从 经济的角度在谈税 它把税看成了一种什么 国家参与企业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 所以你看看它的定义 就是这么说的 它说税收是指以国家为主体 为了实现国家职能 凭借政治权利 按照法定标准 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的 什么形式 爱分配形式 在税收的概念当中 实际上就包括了我们税收的三性原则 哪三性呢 我们说包括强制性 无偿性和固定性 怎么体现的呢 咱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说税收呢 它是站在经济的角度在谈税 把税看成了一种对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 那么分配是谁来参与分配呢 是国家来参与分配 对吧 所以税收首先告诉你 它是以国家为主体的 那大家想一想 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 它为什么要收税 它为什么要参与企业收入再分配 很明显呀 因为它要实现国家职能 实现国家职能是它的目的 是吧 这是它征税的目的 我们国家那么多职能部门 我们的公减法是吧 包括我们的军队 包括我们的各个职能部门 我们的事业单位 我们那么多公务员 那哪一块不需要我们的财政收入来支持呢 而税收是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以前说税收占到了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90% 由于最近这几年在不断的给减税 降费 藏富 渔民 所以现在呢 我们说税收占到了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80%以上 占到财政收入的80%以上 那是大上还是小上都没说 那89也叫80以上 是吧 所以事实上没有什么可说的 它一定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好 那么既然是我们要征税目的明确了 那我们征税得有个理由吧 说你参与我企业的再分配 你告诉我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收入税 对吧 国家说了凭什么 凭的是政治权利 看到了吗 凭的是政治权利 国家呀参与企业再分配的形式有很多种 他不同的时候角色不一样 权利也不一样 你比如说在国企 国企的利润是要上交的 那 你说他凭借的是什么 他凭借的是投资者的身份 那我当然要分配你的利润 没有什么可说的吧 但是对于极大多数的非国有企业来说呢 他投资了吗 没投资 没投资 他就不是凭借所有者的这种权利 那凭借的是什么 就是政治权利 换句话说就是 你这个企业怎么挣来的钱 那不是因为国家给你创造了和平 稳定 安宁的社会环境吗 如果没有我们国家的这么多的这些职能部门 没有我们的人民军队去保家卫国 那你还想挣钱 你所面对的就是国破山河在成春草木深的一片荒凉的景色 对吗 所以国家说了 我凭借的就是这个权利 我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出现 来收你的水 你看这个利 跟我们平时学的利一样吗 我们平时学权利 是这个利 是利的利 对吗 你再看这个利 这个利是力量的利 为什么要用力量的利 就是因为他是强制 国家凭借着社会管理者的身份 以政治权利来征税 你不给行吗 你不给他就可以强制执行你 他就可以罚你 这不就是强制吗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 叫依照法定标准 无偿取得台证收入 咱们先说无偿 同学们 收税 会给你支付对价吗 说你交了200块钱税 国家给你一盒月饼 他交了5000块钱的税 他拿走了10盒月饼 然后还领走了5箱苹果 是这样吗 不是的 你甭管交200块钱税 还是交5000块钱税 还是交5000万的税 国家都不会给你相应的对价 所以我们说国家征税是无偿的 体现的就是无偿 有人不服啊 有人说了 你那歪理邪说 是吧 我们地方 当做税收的普法宣传的时候 大喇叭天天喊 社会主义国家税收 那叫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那怎么能叫无偿呢 我们说是 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 确实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但是他的用之于民 是对社会的一种普遍性的反患 他不是对某一个纳税人的个别反患 所以对单独的某一个纳税人来说 他还是无偿 然后呢 你看 又强制 又无偿 就意味着我白拿 你不给我还不行 不给我我就揍你 你说会不会激发社会矛盾 一定会的呀 那怎么去调和这种矛盾 那就需要你按照法定的标准来承受 你不能说一拍脑门想怎么说怎么说吧 说看你长得漂亮 那我们就不收 看老赵 哎呦我的妈长得这么丑 收双份的 能这么干吗 肯定不行 对吧 不管长得美长得丑 那我们都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进行征受 既然大家都是一样的标准 那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怨言了 是吧 那这种法定的标准 就是我们税收的一种固定性 一视同仁嘛 所以固定性其实就是用来调和强制性和无偿性带来的矛盾 而我们所谓的固定性 它也不是说税收标准一成不变 它指的是一段期间的稳定性 就拿我们的税率来说 增值税的税率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17% 我们现在是多少 我们现在的增值税的基本税率 是不是已经降到13%了 那中间的过程当中 那有过好几轮的调整 所以你说它变了吗 它变了 但是你说它变了 它就不固定了吗 我们说不是 所有的固定 所有的标准 它指的都是一段期间的这种固定标准 这就是我们的税收的概念 对应的税收的三行 那了解了税收 再来看税法 税收是站在经济的角度谈分配 那税法是站在法律的角度 谈什么 法律规范的是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所以既然是税法 那就是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那税收关系也就是国家 以国家为主体的 对吧 与社会成员 单位和个人 是吧 在征纳税上的一种权利和义务关系 所以我们说税法呢 指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法律 它是一个有关于税收方面的法律的集合体 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块也没什么太多可展开的 好 同学们 搞定了税收税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实体税法的构成要素 实体税法的构成要素 是我们预习阶段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重点内容 它是我们未来学习18个实体税种的基础 那我们初级职称采用的是9要素的分类 这9个要素都有什么呀 你是第几遍建了 到这已经是第二遍了 对吧 别着急 后边你还要建N遍的 这刚哪到哪 来我们一起说一下 我国实体税法的构成要素 包括第一个叫纳税人 第二个叫征税对象 第三个叫税率 第四个叫计税依据 第五个叫纳税环节 第六个叫纳税期限 第七个叫纳税地点 第八个叫税收优惠 就是这里边的减免税 再有就是法律责任 这十个放一块 我们将之称之为叫税法的构成要素 靠个多权很容易吧 那咱们接下来就分别简单聊一聊 首先第一个谈纳税人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区别三个概念 纳税人 赋税人和扣脚义务人 纳税人是谁啊 纳税人指的是依法直接 负有纳税义务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 他是直接要直面征收机关 要把税款交上去的 这就叫纳税人 好第二个叫赋税人 赋税人呢 他指的是税收的实际负担者 有同学说那纳税人不就是赋税人吗 他交税了他不就负担税收了吗 我们说不一定 纳税人和赋税人 他可能是一个人 他也可能不是一个人 纳税人和赋税人是一个人的 比如说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是你这个企业有了利润 然后把你利润当中的25% 拿出来交给国家 那你就承担了这部分税赋 既是纳税人又是赋税人 那如果是增值税呢 增值税的纳税人是谁 是销售商品的一方 但是税收的实际负担者是谁 是消费商品 购买商品的一方 比如说 商店卖给了消费者 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 113块钱 商店 收了113 消费者呢 消费者交了113 而这113里边 有一百块钱 是商店自己的收入他留下了 而剩下的13块钱 是由这个商店交给了国家 但是大家看看 这个税 是他负担的吗 这不消费者负担的吗 这个钱他不是从消费者手里收上来的吗 谁最终穿了这件衣服了 谁去负担了这个衣服的税款 对吧 所以他的纳税人和负税人 就不是一个人 而我们把纳税人和负税人 是一个人的税种 我们会称之为叫直接税 直接税呢 通常他很难被转嫁 而我们把纳税人和负税人 不是一个人的税 我们称之为间接税 间接税的税负 是很容易被转嫁出去的 这就是这两个概念 好 接下来第三个 还有扣缴义务人 所谓扣缴义务人 指的是负有代扣税款 并向国家交纳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最典型的 就是个人所得税 劳动者你每个月都开工资 你是负税人 对吧 那你的工资涉及到个人所得税 你是负税人 同时你也是纳税人 但是这个税不是你直接交给国家的 而是用人单位在每个月 向你开工资的时候 直接就把这个税款扣掉了 然后替你交给国家 所以用人单位 他就叫做扣缴义务人 有东西说那个人也能成为扣缴义务人吗 当然可以了 比如说个体工商户 个体工商户可不可以有员工 那他还可以 他也可以扣缴自己员工的个人所得税 这三个概念当中 纳税人是我们的实体税法构成要素 但赴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不是 这个大家要能够把它区别出来 好 这是第一个概念 接下来第二个概念 我们来区别一下税率 税率的种类呢 我们国家有三大类 分别是比例税率 定额税率和累进税率 所谓的比例税率指的是 对同一个征税对象 不论数量多少 数额大小 均按同一个比例来征税的税率 典型的增值税 说你的不含增值税的销售收入是1000块钱 你是销售商品所得 那你应该给国家交税交多少呢 交1000的13% 说我不含增值税的商品销售收入是1万块钱 比你多了10倍 那我应该给国家交多少呢 对于一般商品 我也是交1万的13% 比例相同 这不就是固定性的体现吗 按照法定的标准来征收的一种体现吗 对吧 这就是比例税率 好 第二个呢 叫定额税率 定额税率呢 是按照征税对象的一定单位 直接规定固定的税额 而不采取百分比的形式 那什么单位啊 那可能是吨 也可能是升 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消费税 消费税当中的谁呢 啤酒 啤酒当中呢 它分甲类和乙类 甲类啤酒 250元 每吨 我不管你卖的是啥啤酒 你是青岛啤酒也好 燕京啤酒也好 什么啤酒也好 是吧 只要是啤酒 250一吨 对这个税率特别好 喝啤酒都250 是吧 第三类呢 叫做累进税率 所谓累进 它是体现了我们税收的一种收入调节作用 它是根据征税对象数额呢 去逐渐增大 按照不同的等级 逐步的去提高税率 那就会出现一种现象 就是征税对象的数额越大 这个税率就会越高 一般呢 是在收益税当中提醒 而我们国家 现行税法体系当中 采用的累进税率的形式有两种 一种呢 叫超额累进税率 一种呢 叫超绿累进税率 我们又将这称之为 叫额累和绿累 那咱们先看超额累进税率 超额累进税率呢 它指的是将征税对象数额呢 逐步递增去划分成若干个等级 然后按照等级去规定相应的递增税率 然后对每个等级去分别计算税额 典型的代表税种 就是个人所得税当中的综合所得等等 个人所得税呢 它不同的所得 计算方法不一样 像综合所得 像经营所得 都是执行超额累进税率 但是你像什么财产租赁啊 像什么财产转让啊 什么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偶然所得等等 它执行的就是比例税率 超额累进税率的定义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定义 它给出了一个计算的方法 什么计算方法 对每个等级分别计算税额呀 这就是计算方法呀 而这个计算方法 只有在初级阶段 老师才会给你进行详细讲解 而在其他的考试当中 都是直接运用 比如说在筑块考试当中 那没有人会给你去介绍 超额累进税率的定义 对吧 但是考试 他有的时候 就拿超额累进税率的定义 来直接出题 让你去计算 还真不是哪个考生 他都有这个基础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超额累进税率的定义 他怎么给的这个计算方法吧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老赵 他这个月呢 取得了劳务报酬所得的 应纳税所得额是28000元 你甭管他收入多少 我们这块直接给到应纳税所得额 我们就简化了 从收入到应纳税所得额当中的 这种费用扣除的计算了 直接给应纳税所得额了 那么他是用下表当中 所列的超额累进的预扣率 我们都知道 个人所得税 他先要预扣预缴 最终年终再做汇算行动 是吧 那预扣预缴的时候 执行的就是这个超额累进的预扣率 对于劳务报酬来讲 他执行的是三级超额累进预扣率 这是最简单的超额累进税率了 要求我们去根据超额累进税率的定义 来计算老赵这个月应该预缴的个人所得税 看啊 他是以应纳税所得额金额为集聚来分 全月或者每次的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两万元的 他的预扣率就是20% 对于超过两万到五万的部分 预扣率是30% 说明什么 说明两万以内还是20% 超过的部分是30% 然后如果超过五万元的部分呢 就40% 是不是根据数额的大小划分若干个等级 然后每一个等级规定一个税率 税率依次提高 那如果我们把它画到图里边 就是这样展示 零到两万的部分 执行20%的税率 两万到五万的部分 执行30%的税率 超过五万的部分 执行40%的税率 然后呢 我们根据征税对象数额的大小 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 老赵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多少 是两万八 好 两万八 那我们就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了 两万八里两万的部分 适用的是第一个级距 20% 对吧 而两万八里那八千 适用的就是第二个级距 百分之三十 然后呢 分别计算 分别计算完毕之后呢 你得给人汇总啊 所以加一块得下 二二得四 三八二十四 所以加到一起 两万八的劳务报酬所得 要交六千四的个人所得税率 高不高 挺高的 但这只是预解傲 那年终做汇算清交的时候 我们还要考虑一系列的 其他的扣除的规定 最终 那很有可能 会有纳税的退换 在这儿呢 我们只是要求大家 去掌握超额累进税率的定义 告诉你的计算的规则 那掌握了超额累进税率了 超绿累进税率就简单了 它就不是按照 征税对象数额的大小 来划分等级了 而是按照征税对象的某种 递增的比例 来去划分若干等级了 同时呢 它也是按照等级 规定相应递增的税率 对每个等级 也一样是分别计算税额 我们国家执行 超绿累进实力的 只有一个税种 叫土地增值税 未来正式课程当中 学习土地增值税的计算的时候 我们再来去运用超绿累进税率 在这儿我们就不展开了 好 接下来 要求考生区别 起征点和免征额 减免税的税收优惠里边 起征点 它是对征税对象 开始征税的数额界限 它是一个起点 起点就意味着 如果没有达到就不征 叫征税对象 如果未达起征点 我们就不征税 一分都不征 高兴吧 那你别高兴的太早 是吧 达到或者超过起征点了 那么对不起 我们就要就全部输额征税 这个达到或者超过 是什么意思 针对于不同的税种不一样 有的税种是达到起征点了 就要全额征税 有的税种是必须超过起征点 它才全额征税 所以针对的是不同的两种情况 所以它是获得关系 那免征额呢 它跟起征点不一样 免征额指的是 对征税对象总额当中 免与征税的那一部分数额 换句话说 我们只就减除后剩余的部分 来寄征税款 免征的部分 它永远免征 所以发现了吧 起征点 它只是对某一部分纳税人的照顾 照顾的是谁呢 照顾的是那些 没有达到起征点的纳税人 而免征额是对所有纳税人的照顾 所有纳税人 他都能够享受到免征的部分 给你带来的收入 来 举个例子看一下 我们假设某个税种 它的税率是10% 你对人说什么税种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编的税种 现在的有ABC三位纳税人 他们征税对象的数额分别是 9901000和 1001 那我们现在假设该税种的起征点 是1000元 只要达到就征税 好 那咱们先说A A990 征嘛 肯定不征啊 因为990没达到起征点啊 零啊 一分钱税都不交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B B是1000征不征 征啊 因为达到起征点就征税嘛 而且达到是全额征啊 所以B的应答税额 就是1000乘10% 100块 那C呢 C都超了 C更底征了 那他是 1001 乘10% 也是全额征嘛 所以他征 100块0一毛 这不就起征点吗 是不是只有某一部分纳税人 才能享受到他的优惠政策 这里边只有谁享受到了 是不是只有A享受到了 只有那些不达起征点的人 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 而且如果你是B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冤 A跟B的收入只差一块钱 但是税差了一百 如果你是B的话 你会不会感觉 哎呀 早知如此 我干脆少收他一块钱算了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他的急剧跨越非常之巨大 这就是起征点 那然后咱们再看免征额 还是这个例子 我们假设这个税种 现在免征额是1000 那既然免征额是1000 A肯定就不征了 因为免征的部分都免 1000内都免 999肯定免了 然后B呢 B也不征啊 因为他的应纳税所得额是1000 免征的部分是1000吗 那1000减1000是零啊 是吧 也不征 一定记得 只对超过免征额的部分 才征税 那C呢 C是1001肯定要征了 但是免征的部分 1000还是不征啊 只对超过部分征啊 所以1001减1000 乘以10% 他只需要交一毛钱的税 所以同学们 你看一下 是不是ABC三个人都享受到了免征额带来的优惠啊 他是对所有纳税人的一种照顾 而且你会发现 他的急剧跨越是很温和的 不会出现 说早知道如此 我就少收一块钱 这种情况的出现 是不是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好 接下来简单聊一聊我国的税收正观体制 我们国家的税种呢 一共有18个 这18个税呢 一部分是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一部分是由海关来负责征收 那么哪些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我没列 因为绝大多数的税种都是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不仅仅是税种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很多的非税收入 包括社会保险费 现在呢也都是由税务机关来负责征收 我们以前呢 企业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给个人工资开的很高 但是交社保的时候 是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交 结果导致劳动者退休的时候 拿不了多少退休金 为什么以前可以这么操作 就是以前税收和社保是分开的 所以你开多少工资 社保这块也不知道 现在还能这么干吗 当然不行了 因为社保由税务机关整收之后 企业就必须按照给个人开的工资 你给他开多少工资 你代扣代缴了多少个人所得税 你的社保就得按多少金额给他上 所以国家的法律呢 越来越人性化了 那对劳动者的保护也是越来越高了 那我们要求大家记住的是什么 就是由海关负责征收的税种 因为它少 你把它记住了 排除法剩下的就是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由海关负责征收的税种 一定是跟进出口有关的 包括进出口关税 船舶吨税 是从境外进入中国境内港口的船舶 征收的一种税 还有就是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注意不是所有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只是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是委托海关来贷征的 所以征收的两个关税传播增税 由税务机关委托贷征的两个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后续我们在讲解过程当中 这些税种都会主向介绍 在这儿你得知道它由谁负责征收 选择题靠这个点的时候 希望大家不丢份 咱们这个专题就讲到这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